曾经不可一世的马来居神 差点被一个小女孩当场斩杀 要不是三立及时出手 甲壁肯定会被一刀封喉 为了让孩子们走出仇恨的森林 萨莎的父母只能选择宽恕 悲伤的气氛弥漫开来 一旁的尼克洛突然开口 说饭店的红酒里 掺有吉克的脊髓液 伊蕾娜还命令她 要将这些红酒供给倒内的高官 科尼文言也是有些不紧的 不是说喝过吉克脊髓液的人 都会出现身体僵硬的症状吗 韩吉却说 吉克肯定撒谎了 只要喝酒后没有出现身体僵硬 高层军官就会放下戒心 如果按最坏的情况推移 怕倒的高层官员可能已经全部中招 尼克洛本不该说出这些话 但萨莎父母的行为感动了她 就算知道自己恐怕难逃一死 她还是选择说出真相 韩吉留下清理法尔科身上的红酒 三立则带着甲壁去往隔壁房间 甲壁对三立的行为非常不紧 问她为什么要保护自己 艾尔敏表示 他们并不想杀掉甲壁 你张口闭口都是杀子 这种偏激的想法 倒和我的朋友非常相似 艾尔敏话未说完 那位朋友就推门而入 艾伦耶格尔居然主动现身 而且在进门之前 他就已经划伤了自己的手掌 另一边的餐厅里 耶格尔派新兵全员集结 还持枪包围了整座饭店 面对昔日的团长 弗洛克没有半点尊敬 开口就问吉克究竟在哪 韩吉请求弗洛克不要轻举妄动 皮克西斯司令已经答应和谈 但弗洛克却表示 艾伦已经看穿了皮克西斯的机会 他是打算用谈判引艾伦现身 然后再让其他巨人吞噬艾伦 强行夺取始祖之力 见双方无法和谈 韩吉忙告诉弗洛克红酒的事 官方高层物食即刻集损液 随时都有变成巨人的风险 弗洛克却表示自己早就知道 他巴布的那些高层全部死光才好 弗洛克抓走了韩吉等 而隔壁的房间里 艾伦三丽和艾尔敏伦在紧张对峙 假逼看着艾伦流血的伤口 整个人都忍不住瑟瑟发泡 艾伦则淡定表示 自己只是想和老朋友们叙叙酒 艾尔敏早就想和艾伦谈谈 问他是不是被吉克控制 艾伦当即回答 我现在是自由的 无论身体还是思想 不管我做什么还是选择什么 都是基于我的个人意志 三丽却不肯相信这是真的 艾伦那么善良 就算和吉克联手 也不会伤害无辜百姓 艾伦并未回答 阴沉着脸命令三丽把手放回桌上 在潜入马来后 他和吉克聊了几次 学到了很多东西 说着他看向艾尔敏 问他是不是经常去看望案内 这是出于艾尔敏的个人意志 还是贝尔托特的人格在案中干预 艾伦告诉艾尔敏 人是会受记忆影响的 当你成为超大型巨人 继承贝尔托特记忆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被控制了 所以请认真地告诉我 现在的你 究竟是敌国士兵贝尔托特 还是我的朋友艾尔敏呢